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这是我们听的最多的 替莫作家说话的人用的语句吧 也有很多人因为这句话而感到醍醐灌顶 觉得像我这样的人 就是不讲道理上纲上线 为什么不能让人家批评呢 难道就只能赞美吗 如果您也曾因为这句话怀疑过自己 我就建议您顺着这句话想一下 既然批评应是自由的 那为何不允许我们批评莫作家呢 而且多少年来就是到现在了 别告诉我您没在网络上 见过那么多的公知反贼 在批评的可都是我们的祖国 质疑的可都是咱们的公信力 既然连这都能以言论自由为理 去进行批评 那为什么我就不能批评莫作家呢 难道他比咱们的大家还高吗 有人说了人家可是拿过诺奖的 这可是为国争光啊 这个我也不爱听了啊 啥叫为国争光啊 您认可吗 一个美西方集团颁发的奖 里面有多少这些色彩 懂的人都懂的 有人要辩论呢也可以啊 那你们得去看看 当年在给莫作家颁奖的时候 念的那个什么破烂颁奖词啊 那可是我碍于尺度 无法在节目当中念出来的内容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查啊 如果是我当时在台下 听到有人这么污蔑自己的祖国 我是万万坐不住的 更不要说上台笑着领奖了 当年咱们网络不发达 说实话啊 就是听说他得了个国际大奖 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这么领的奖啊 所以这叫为国争光吗 您要这么说的话 还有几个得了他们什么和平奖的 也是为国争光 难道被美西方欣赏的 就是为国争光吗 那出卖祖国利益的是不是啊 口罩时期写什么日记的算不算呢 这些可都是他们赞赏的 不得了的大人物大英雄啊 可我们就该认同吗 要说这笔买卖真是好做呀 试想一下啊 我只要随便弄几个奖出来 再一顿宣传其含金量 再颁发给我想要颁的人 就可以让那个地方的文人为之疯狂 努力输出我们想要听到的内容 哪怕是让他们自己的家园 暗淡无光也无所谓 这样美西方的这些目的就实现了 这可谓一本万利的好生意啊 可是如今我说这些话 轻易就被人扣上了极端的帽子 说这是民粹 可这帽子我可不接啊 合着按照你们标准说的话 就是理性 我稍微发表点不同意见 即便我也是理性发表观点 没有跟你们比大声吧 怎么我就是极端了呢 这几天就因为我说了一下 大作家被人起诉的事情 就好像踩了某些人的尾巴一样 一压一压呦的 叫个没完没了的 到我这骂呀 搞个小动作呀 怎么的 听说网上还让1450们 弄出来个末作家最好的作品 这样的搜索词条真的是给脸不要脸了呀 别以为我们这些讲道理的人就好欺负 今天呢我就把话再给你们说明白点啊 你们喜欢大作家是你的自由 但也别妨碍我不喜欢他 我也是个业余的文学爱好者 过去也写过未曾发表的小说 莫作家的小说呢 问题在于太负能量 甚至有丑化英雄美化日君 专注写我们垃圾桶里的内容 这些事实 他们再怎么洗也洗不干净啊 再联系到他在国外参选拿奖 就是在迎合美西方的这些立场 有倾向性的让他们认为 我们中国是莫作家笔下的样子 曾经诺奖组委会说 他向外国人展示了一个 鲁莽无助且可笑的人群 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 听到了吗 这就是他给世界人民展示的我们中国 可这是真实的吗 我们的进步和发展他看不到 而且我发现他的那些支持者们 也成了睁眼瞎 有时候想想啊 他们说的若批评不自由 则赞美无意义 这话说的可腿好了 我之前领会的不够深 通过最近跟他们这些人打交道多了之后 我顿悟了 这是真的批评的还不够狠吧 大家说对不对啊 干脆最后我再总结发言一下吧 就你们这些人呢 学了半天就学会了西方的双标 说自己家好就是极端爱国 说别人家不好就是二极管 就你们这种人啊 只能活在自己编织的世界里 时不时的还得出来跟我这儿叫嚣一下 你敢说这个吗 你敢说那个吗 你是真爱国吗 我告诉你们啊 我要是在乎你们这号人 就不可能在国内网站和外网舆论场上混迹这么多年 如果真爱爱国做的实事来算啊 我在国外跟多少诋毁祖国的人斗过 我在海内外舆论场上发表过多少质地有声的言论 视频上千个 那些天天说我爱国国爱我妈的人 你们有没有想过自己为祖国做了多少呀 我在国外就不能爱祖国 你在国内就可以辱骂是这个道理吗 还质疑你们配吗 我敢说啊就我们中的那些公知反贼恨国党们 除了敢在网上敲敲键盘 生活当中都得溜着墙跟走 主动过来给我提鞋都不配呀 你们要支持墨作家随便你 但别跟我这儿赢赢赢的 对我就把话说白了吧 理性的告诉你们 我讨厌你们心中的这位大英雄大文学家 我很喜欢文学 但是我鄙视那些利用自己的作品夹菜私货 讨好特定人群 尤其是抹黑自己祖国的那类人 祖国发展到今天多么的不容易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这些年来我在海外看到了太多人想方设法 无底线的给我们使坏 所以更加不能允许一个中国人 这么明目张胆的满世界宣传自己的所谓作品和观点 今天我也大胆下个结论 预见一下未来吧 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有信心 见证祖国的伟大复兴的 只要大家相信我们会越来越好 那么就确定了像作家和他的疯狂支持者 这类人必然会成为人人口中的笑柄 并最终被人唾弃